常常會有很多人覺得說 欸哲瑞教練 你總是要來評測一下這雙母子鱷魚的歪脫 一直沒有那種包覆的感覺 所以在那個離開地板在空中的這一刻 擺盪的過程 心率已經蠻高 但如果你仔細看 哈囉大家 我是你的家楊哲瑞 這一集期待一久了 大家看到封面的主題應該知道我們今天要拍什麼 就是我腳上的這一雙 沒錯 台灣自產製造的這個Made in Taiwan 母子鱷魚歪脫 欸這雙跑鞋 這個叫跑鞋嗎?拖鞋 在最近我們做了非常多的跑鞋評測裡面 常常都會看到它上榜 甚至啊 只要我在比賽中 或者是在比完賽的影片 常常會有很多人留言說 欸哲瑞教練 你什麼時候來評測一下這雙母子鱷魚的歪脫 畢竟它定價只要490元 然後又號稱就是慢跑鞋最舒適的一個選擇 到底有沒有這麼神奇 我們今天就來帶大家測試一下 當然還是要先講啊 其實我自己在以前有人問我說 欸到底推不推薦這種人質歪脫的話 我個人其實是不太推薦 因為其實 我覺得穿起來在我想像當中 它沒有鞋背的這種包覆 或許在真的做一些加速性啊 或是轉彎的時候 可能控制沒有那麼好 但那都是我的想像 今天我就即將來實測一下 穿這雙跑鞋 目標做一下我今天的課表 大概會用2公里 然後跑4分數 持續2到3次來體驗一下 這雙跑鞋 能不能做到用4分數的配數來完成課表 那我們還是要先講解一下 我自己平常是穿26或26.5的跑鞋 我這個跑鞋是買25號 那我是實際去店裡試穿之後 覺得這個大小比較剛好 因為他們建議我穿26 好像是41吧 穿起來有點大 然後我今天其實是有穿著襪子的 因為其實沒穿襪子 他說怕會騎水泡 所以我有穿襪子 然後我看了很多 穿歪拖跑步的跑者 他們通常是穿那種 好像是特製的襪子 有那種分成兩指的 那個是日本的襪子嗎 挺好繪的那種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也有人是穿五指襪 那我自己今天 因為我都沒有這兩種襪子 所以是穿我們自己出的這種 DHRC限定聯名襪 然後來穿著這樣跑鞋 所以我現在是 故意把我的這個襪子啊 往前拉一點 讓它有個折縫 不然其實會有點 腳背一直被拉住的感覺 好 待會我們先進行一公里的慢跑 然後我們就準備開始今天的主要課表 OK 那我們就出發 Let's go 還是要先免責聲明一下 畢竟很多跑者其實是穿歪拖的 然後在超馬屆也超多人覺得這張鞋很讚 但我是第一次穿啦 所以可能今天我發表的所有言論 都還是在沒有那麼適應鞋的情況的第一感受 所以大家如果 很多前輩覺得這張鞋很讚 然後覺得我講得不太好的話 憋小力一點 現在先慢跑一下 我只要一離開地板就會有那種 那一根被推出來 著地又往前插的感覺 我現在跑500公尺 配速大概是用5分數左右 跑起來速度其實還可以駕馭啊 只是在那個夾腳的地方 大拇指跟食指中間還是滿有感的 會有一個東西存在那邊 我們暫停一下 我把那個襪子脫掉 感覺一下 暫停一下 我先把襪子脫掉 那個 襪子一直會讓我那個 落地的時候覺得 那個布啊 會被這樣推出來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襪子不是這樣穿進去 可是我是沒有五指的沒有分割 所以就被推出來 然後著地又踩下去 所以 我現在試試看不要穿襪子 感覺一下 不然有點難 有點難跑 OK 繼續出發 襪子脫掉好像感覺比較好一點 鞋子的那個穩定度 比較夾得住那個 前面那個 人刺脫的那個位置 但目前感覺我現在算是跑五分數 會有一種那個 後跟啊 一直沒有那種包覆的感覺 所以 在那個 離開地板在空中的這一刻 擺盪的過程 會有那個 後跟晃來晃去的感覺 然後你腳趾頭 需要更用力的把那個前面夾緊 不然我感覺鞋子有點不穩 也可能我的腳背比較 肉比較少 所以我現在穿的 腳會稍微鬆垮一點的感覺 OK OK 1K了 我們第一公里跑了4分38 待會 我們只會開跑今天的課表 兩公里後 兩個 2K 4分整 還有一公里的熱身 稍微再緩和適應一下 第二個我覺得感覺 他的落腳聲音很明顯 很大聲 在著地的過程啊 會有那種 把把把 因為他沒辦法跟你的腳完全 很緊的綁在一起 所以落腳的時候會感覺是 好像鞋子先碰到地板 你的腳都踩下去 就會有那種 撞擊的 鞋子跟腳撞擊的聲音 好 接下來我們要挑戰 上坡跟下坡 穿歪托跑起來的感覺 會怎麼樣 上坡Let's go 小撲一點 上坡的時候其實感覺你的腳 會因為你要往上跑 卡的還蠻緊的 落腳的步態會 順勢的把鞋子往前固定的感覺 OK 上坡結束了 我們來感覺一下下坡 好 不知不覺就已經跑到 新樂園 哇 北四科這一塊 全部都是吊車欸 建設中 你忘了還沒買這邊 好 幹嘛找擋啊 接下來 下坡 下坡感覺 落地的時候 其實可以感覺到蠻明顯的 腳跟的那個 它號稱的氣墊 支撐的感覺 蠻Q軟的 衝擊有被吸收的感覺 可是還是會覺得 可能我不習慣 這個縫好痛 OK 已經2K了 剛剛第二公里4分45 我們準備來跑今天的課表 2公里3趟4分準 OK 3 2 1 GO 我現在的配速大約是4分整 我現在的配速大約是4分整 腳其實要蠻用力的 它的推蹬感覺 往前推的感覺不太多 剛剛4分數左右的下坡轉彎 有一點挫 有那個橫移感覺 超像包覆 抓不太住腳的感覺 有一點快翻船的腳感 有一點快翻船的腳感 沒辦法跑吧 好痛耶 我已經很用力很用力了 撐完2公里4分整 第一個1公里3分54 第二個1公里4分04 我感覺心率比平常跑4分整的 喘度還要高很多 當然剛剛這一段逆風 但我覺得 跑的過程 那個腳趾在這邊 一直鬆掉的感覺很明顯 就是你在著地 然後會有那種前後滑動 往上抬的時候又要有那種 拉的那種感覺把它拉走 其實不太好跑 好啦 休息一下 不知不覺我們已經跑回到了 這個焚化爐這邊 我剛剛完成了第一趟2K 我自己腳趕目前 第一個可能今天風超大 大家看我這個逆風很大的關係 剛跑4分數很吃力 而且跑到 到了之後我覺得 腳踝的負擔蠻明顯 然後我剛剛其實有稍微看了一下 我自己跑步過程的慢動作 還蠻明顯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當腳一離開地板之後 就是這個腳一離開地板 你會有一個瞬間看到我的腳 鞋子跟腳跟是分離的 但通常這種情況在跑鞋的時候 應該不會出現 你一離開地板 就會被鞋子往前推 但現在這個鞋因為 它比較支撐性沒有這麼硬的關係 所以跑的過程 著地玩 你看一離開地板 著地一離開 你腳就會先走 然後這個才慢慢跟上 因為前面夾住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 它對於速度比較慢的跑感 慢跑當中 緩震啊 或是落地的這個氣墊感受 還OK 就算舒適 畢竟它是EVA一體製程 但是實際在真的跑快的時候 會明顯感覺到就是 我真的要加速一點力不從心 然後再來是 我其實需要用很多力氣去 固定我的前掌 就是我前掌其實是要夾緊緊的那個 歪圖那根 讓它可以不要讓 後腳的這個位置跟斜根的地方 離開太久 就是當我這個離開感受 越久的話 會覺得越不穩定 所以我盡可能就前面夾很緊 讓它不要晃動太多 所以 也可能是因為這樣 它最近有出了一個 好像是後面有包的 但我們這次 就買最多人穿的這種 等一下我決定 再回去給它一次機會 我再測試一趟2K 一樣是四分數 因為剛剛來的時候是逆風 待會我們回程 用順風的方式跑看看 然後再環跑回去 今天的訓練差不多就結束了 原本要2K三趟 我覺得應該跑不完 跑到目前為止 我的跟劍這個地方 其實有一點點覺得不太舒服 有那個 不太好的感覺 剛剛拍正面的時候 也看起來我在左腳落腳 其實很穩定 可是右腳一落腳 會有那種 好像往外又撐回來的感覺 讓我跟劍有一點點 好像有點辛苦 但沒關係我們再試一趟 再給大家一次機會 等一下準備出發 跑第二趟2K 四分數 出發 我們現在這一段回程順風 體感上稍微好一點 沒有剛剛那麼吃力 但在加速上 腳感還是差不多啦 還是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 要很用力的去維持 或夾住我的前掌 不然現在四分數這速度 會覺得後跟很不穩定的晃來晃去 3分57 還有1K 前面待會會經歷 我們這趟四分數2K的 一小段上坡 感覺一下速度比較快 跑上坡的感覺如何 有點吃力啊 要很用力才跑得上來 接下來就是四分數的下坡了 四分準 緩和一下 有點痛 OK 實測完畢 我們今天總共進行了慢跑兩公里 間歇兩公里 再緩和慢跑兩公里 再緩和慢跑兩公里 再間歇第二趟2K 然後再回合慢跑 所以總共是五個兩公里 第一個跟最後一個都是五分數 然後中間兩個間歇是四分準 然後中間有一趟緩和休息的時候 我也是跑大概四分 四十到五分左右 那今天整體的感覺啊 我覺得 我腳上這雙 就是拇指鱷魚的歪拖 我覺得如果說 它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 或是這麼多人 穿在腳上 或許有真的幾個點 是真的蠻值得推薦 第一個 蠻便宜的 這雙我買才買490 我去店裡面買 然後第二個是它的 輕真的非常輕 這一腳好像 才100克左右 非常輕 然後第三個是它整體的 慢跑的時候 是真的還蠻透氣的 或許有些人跑馬拉松 我能理解就是 腳趾頭啊 可能在前面一直頂著那種鞋子 最前面頂到黑指甲 或者是說它覺得腳底 整個太悶很容易流汗 那穿歪拖是算蠻舒服的 但我今天實測的狀態 五分數 我覺得已經是它的駕馭上限了 因為明顯已經可以感覺到 它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需要很出力的去固定前側 讓你的後腳不會有這種 跟你的腳跟一直這種 不穩定感受 然後第二個是它在五分數以內 你真的要跑到 像我剛跑四分整 其實我是很用力夾著前面 所以我明顯感覺到 我的腳的內側啊 這個內側 會有一點點摩擦的感受 第二個是進前機 明顯比較疲勞 進前機就是大腿前側這邊 控制我腳要勾起來這個地方 因為我要夾住我的這個鞋子 然後讓它不要掉下去 導致我的進前機 其實是默默一直在做工的 所以我會認為 如果這雙跑鞋 應該說這個歪拖啦 拿來慢跑的話 還OK 但如果你真的拿來競速的話 我覺得就沒那麼合適 所以這樣想起來也可以理解 為什麼跑超馬這些跑者 還蠻喜歡這雙跑鞋 或許在長時間 這種低強度的強度下 在穿這雙跑鞋的駕馭程度 或是舒適感受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要想 超馬可能要跑12個小時 24小時 甚至是48小時 在這麼長時間 一直穿著悶在腳裡面的那種 不屑感受 可能會真的不太舒服 對 我剛剛其實穿到最後兩公里 在跑完最後一趟間歇的時候 腳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其實是穿著這雙 Wave Rider 27跑回來 然後我剛剛回來看了一下數據 還蠻有趣的 在這個數據上的表現 前面第一趟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 就是在第一趟穿歪拖 還在跟它適應 所以速度有點忽快忽慢 但心率已經蠻高 但如果你仔細看 我在最後一趟跑這個 慢跑回來的這個心率 大約在150幾塊160 然後我在這邊也是150幾塊160 可是以速度來講 這邊可以到4分半左右 但這邊大概在5分數 所以在一樣的心率情況下 穿上慢跑鞋跟穿歪拖 還是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穿慢跑鞋的效率比較好 所以我剛剛在最後一趟慢跑2K 心率一樣的情況下 速度其實是有稍微快一點的 這可以提供給大家 稍微做參考 主觀感受主觀感受主觀感受 非常主觀 但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這雙鞋就還不錯 如果你想要慢跑完當作這樣休閒換個鞋子 是蠻舒服的 但拿來跑步的話 大家就各自斟酌 那像我現在最後的決議 可能它就會放成我日常穿 走路就是去買個東西或什麼 休閒的拖鞋使用 但我如果要把它拿來慢跑的話 或許不會是我的考量 但如果真的是 偶爾沒有鞋穿 然後要稍微慢跑一下 它在慢跑的速度 還是可以接受的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對於拇指而於歪拖的實測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期待接下來 看還有什麼更特別的鞋子 可以跟大家體驗一下 等我真的跑完 腳踝有點不舒服 下集見 掰掰